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移民求什么 它就求一个稳定的生活 所以澳门这个地方 它形成的这种社会的环境 跟人们的气氛都不一样 我们说的中国的传统 不同而合 和而不同 在澳门得到很真实的体现 这种和睦的邻里关系 守望相助的这种精神也很强 所以澳门我们现在看 澳门是个社团社团 他从宗族的 相助的 他就是抱团去哪 互相观者 十三行本身是一个 这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历史名词 历史名词 但是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我们还都不太了解 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了解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在网上做 在线下做 知道十三行的人还真的不多 因此十三行我们认为 它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在我们的学术专家圈里面 他们在做一个局部的研究 或者说是一个有限的研究 那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个片子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传播出去之后 能够第一 能够让更多的大众 能够了解十三行 和十三行这段的历史 第二个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部片子 得到的一系列的反馈之后 能够更深入的推动 对十三行这段历史的研究 因为我们觉得十三行 对澳门 对广州 对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 实在太重要了 这段历史 两百年前的历史 你在研究的时候 你可能会找到现在的影子 所以它是我们叫借鉴历史 但是我们要关照当下 因为我第一次去澳门的时候 就觉得澳门这片土地上 虽然面积很小 但是它很精彩 然后它吃的也非常的好吃 我们这次的十三行 也专门有一个故事 拍摄的是澳门的美食 然后我觉得澳门非常的包容 我们还有一个故事 非常的好看 讲的是一个 这个国外的一个赛车手 生活在澳门 他讲着流利的粤语 然后他和他的妻子 都住在澳门 甚至呢 他曾经的一个小儿子 是得了一个血液病 然后去世了 但本来是在自己的家乡去世 但是他都要把这个尸骨 带回到澳门来下葬 他说因为这片土地 非常的包容 我和我的家人 未来都会长眠于此 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打动我们 我们觉得澳门真的很有魅力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的话 能够多拍我们的故事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的话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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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